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8月3号星期五 大家好 现在传来了最新的消息 说中共宣布报复措施 说对美国600亿美元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 我们都知道 在上个月7月12号的时候 川普总统跟我们一起得到了 中共的加征关税的真实的消息 是吧 在7月12号的时候 川普宣布要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 加征10%的关税 结果到了8月1号 也就是前天的时候 又说了不仅仅是要加征10%的 要把10%的关税提高到25% 当时我们做的视频 就是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以此来应对人民币的贬值 因为人民币的贬值 导致它当时加10%的关税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所以它加征到了25% 那么在美国宣布了这两次加征关税之后 中共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我们当时就说中共这是怎么了 怂了 不想打了 怎么不再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了 是吧 今天8月3号这个消息就传来了 但是这个消息传来的时间点 非常的有趣 我们来看一看 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在8月3号 也就是今天在新加坡与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进行了会晤 在会晤之后的记者 在会上王毅表示 他说在大方向上 现在中美已经达成一致了 我们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下 与美方通过谈判来解决彼此关心的问题 他说蓬佩奥对这个方向也是认同的 也表示不希望目前这种摩擦的状况继续下去 这么说来讲 那么在之前我们报道过 就是这个路透 不是路透社 彭博社 彭博社说中美双方在私下里进行了接触 准备要开启新一轮的和谈 这个来讲 这就是官方消息了 8月3号对吧 王毅作为外交部部长 蓬佩奥会晤之后 双方开记者交代会 王毅既然这么说了 这就是官方的正式消息 这说明之前几天的私下接触 是真实可靠的这个消息 我们当时播的消息没有问题 但是在王毅表态一个小时之后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 就发布了公告 称什么呢 说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5207个税务 约600亿美元商品 加征的25% 20% 10%和5% 不等税率的关税 然后最关键的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征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实施日期将是美方行动而定 知道吗 说美方加征 就是说美方什么日 就美方那2000亿 说美方什么时候 对那2000亿加征25%的关税 那么就是中方反制之时 知道吗 是跟着你来的 那么我们也说了 美国说的是8月底 要搞听证会 是吧 可能要到9月份才会有这个情况 中共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这样子 这个我打一个比方 就是什么 就是说走夜路吹口哨 给自己壮胆 这是其中之一 就是说我们也不服 也不含糊 但是之前不敢这么说 为什么 怕这么说了之后 和谈谈不下去 现在就是说 其实已经和谈完了 双方达成某一种共识了 然后再说知道吗 说我觉得这样 对美方也是一个态度 一个表态 什么态度 就是说希望在谈判前 给美国一些警告 什么警告 就是说你不要欺人太甚了 你们要真打我们 我们必然会回击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说 让美国对这个和谈 马上要开启的和谈 你不要认为 就是说中共会做出 大幅度的妥协 我们不怕你 对不对 这个实际上 就是中国讨价还价的 这么一种技巧 所以我刚刚看到 网上有一些大V媒体 都在说 有600亿 怎么着怎么着的 其实没有怎么着 真的喊得很凶 还是那话 他说的是 他也没说据日期 等着美国 美国那搞不好 到9月底都有可能 是不是 而且美国人家 喊的是2000亿 你现在 你要以牙还牙 一验还盐 你也喊2000亿 但问题你没有了 对吧 因为你前面已经喊了 一个500亿了 你一共就1000多亿 你前面一个500亿 你后面栽一个600亿 就差不多到头了 你知道吧 不是中共不想喊2000亿 臣妾实在做不到 实在是没有 没办法 都在这了 其实加了600亿 就加到头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来讲 也已经不怎么吓人了 对吧 人家喊2000亿 你喊600亿 这已经怂到家了 是不是 我觉得 好吧 我觉得这个是个好事 说明了中美 就又开始 和谈了 我很期待 这个结果 是吧 但是看中共 现在来讲 这个态度 还不太对 知道吗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中共对川普 对川普 很多人说不要讲 不要喊川普 川普 对川普 还是有误判 知道吗 他们现在 还是没认清形势 我相信 就他现在 他虽然我们觉得 就是喊喊口号 走夜路车口给自己撞胆 但是川普 可未必这么想 对不对 我觉得 你这么刺激 川普的话 川普后面 估计也要有所表示 川普也是那种 就是棱子式的那种性格 是不是 你也别吓唬我 你吓唬我 咱就试试 咱们看看 美国后面 会怎么说 不过 我还是觉得 最多了 川普能说什么 不就是说 你600亿 我加到5000 是不是 就跟小孩打架似的 是吧 反正 也是 有的时候 国际局势 你看起来 也是都跟 小朋友 扯假 差不多 反正 我觉得 大家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 虽然我觉得是个好消息 大家不要太紧张了 这个其实就说明 中美开始和谈了 而且我相信 中国吃的苦头 也差不多了 欧洲 也跟美国 谈完了 对不对 现在在 对欧洲抱有幻想 是不切实际的 日本就更别提 对不对 熟悉不好听的 日本尤其是右派那些人 对中国从骨子里 从心里里是一种 瞧不起 知道吗 我当时我说欧洲人瞧不起中国 我说的实在的 还不是那么特别厉害 知道吗 欧洲人和日本人如果比起来 欧洲人还对中国人还不错了 还比较看得起了 日本人更瞧不起我们 你知道吗 我在美国我就发现这个问题 真正对华人 种如歧视比较严重的 其实是华人 知道吗 其实真正的 这个都是老华侨 对新移民瞧不起 那个歧视是最严重的 你在中国也是 你会发现 农村人 对农村人的歧视 它是最严重 城市人有的时候 反而不那么歧视农民 你知道吗 黄种人 知道吗 对黄种人的歧视 比白种人 对黄种人歧视还严重 亚洲人对亚洲人的歧视 比欧洲人对亚洲人 其实还严重 所以不要对日本抱有任何幻想 我告诉你们 日本是肯定会坚定不移的 站在美国这一边的 就中美贸易战 只要真的 就是再闹得厉害了 日本是肯定会坚定不移 站在美国这边 当时麻生太郎一说话 很多人就欢欣鼓舞 说这日本你看看怎么样 要不要美国干 不可能 麻生太郎就是要保护一下农业 只要川普在农业上 给他一定的好处 一定的妥协 我觉得日本和美国的谈判 我相信会非常顺利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中共已经 只要没傻缺到家 我觉得这次谈判 应该 我相信应该会顺利 因为都到这种份上了 对不对 自己心里没点be number 是不是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